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我们继续看Chapter 11 of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Part 2 在Part 2里面我们要介绍的单元是Section 3 of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就是指在外力矩为0的状况底下 我的角动量会守恒 其实这跟我们的线性动量守恒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Section 4 is the motion of gyroscopes and tops 它在介绍陀螺转动的行为 它不是只有纯粹转动 最后我们还会学到所谓的静动 就有点像是地球的自转跟公转的行为 Section 5我们又会提到一下 Quantiz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那这其实跟我们前面在讲能量的时候 概念上是一样 第一步就是角动量量子化 最后才会得到能量的量子化 我们来看Section 3 is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那这Angular Momentum就是角动量 它的守恒其实还蛮复杂的 它其实在很多系统里面你会发现到说 比如说它有公转行为 然后还有自转行为 那它的这个角动量守恒 其实是讲是公转的角动量 还有加上自转的角动量 所以你看它整个系统的角动量 LO System 那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这个L Orbital 再加上L Self Rotation 那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 电子也是 也是 它有一个总角动量 那 比如说我们地球绕着这个太阳在转 它也是有什么 有公转跟自转 它有一个总角动量 其实甚至更复杂 比如说 你看那个地球自转 它的转轴跟什么 跟它 绕着太阳的转轴 其实还是有点差别 所以它的 当然这个角动量 还是一个向量的相加 但我只是说 实际上你看到说 它其实 如果你关心它跟公转 相同方向 就言之Z方向 那Z方向 那Z方向有个角动 那实际上它XY方向 那也还有其他角动量的守恒的 这个 这个 必须要遵守 没有 整个系统不受外力矩 它答案还是守恒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说你的外力矩为0的时候 那它的角动量怎样 就不变 比如说你看 那个整个地球 它自转 就傾斜一个角度 它一直傾斜那个角度 在XY方向 角动量也是不变的 那真正的角动量的定义 其实更广泛 我们从前习惯的角动量都怎样 都是固定一个轴 对不对 那实际上你可以讲 你可以在一个点 以原点来定义这个角度 那你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钢体 它并不是一个转轴 而是有很多的例子 那每个例子呢 你要看它 就各个方向跑 那你要 要去找出这种角动量的时候 它就是以原点来定义 所以它可以有各种的转轴 那以原点定义角动量的话 我们看它的角动量可以分为 X方向 Y方向 跟Z方向 它真正的 原始的定义什么 是每一个例子的什么 相对于原点的 位置向量 外积什么 外积那个例子的什么 动量 动量的话就是质量乘上速度 所以你真的把它写下 就变成 外积的话就是 用行列式写 所以第一列就是 方向 I, J, K 三个单位向量 那第二列的话就是它的位置 是X, Y, Z 第三列的话是它的 动量 动量的三个分量 X分量 Y分量 Z分量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 X方向的角动量 是YPZ-ZPY 这边 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 但实际上这个在那个 量子力学里面的时候 你会 你会再看到一次 好 那Y方向的分量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ZPX-XPZ 那 如果是Z方向 我们常计算Z方向的分量 它就是 X乘上PY-YPX 等于这个质量乘上 XVY-YVX 这个 在量子力学的时候 你会常看到这些 这些相关的这个式子 好 所以前面告诉你说 角动量其实它可以有很多 种方向 就是 转轴其实可以各种方向 而且甚至可以 它有一个 主要的 比如说这个 轨道的行为的时候 它有一个方向 另外它自选有另外一个方向 它还是可以叠加 其实是蛮复杂的 好 那我们回到 回到我们现在能解决问题 我们就假设 就只有一个固定的转轴 然后 就沿着那个转轴 通常都固定到一个Z方向 Z方向的一个转轴 然后我们来解决问题 好 这个example 说 这个example其实蛮重要 它可以看到公转自转的行为 他说 the man is sitting on a stool 就 一个人就坐在椅子上 他 can rotate 他那个椅子可以自 就是 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转动 椅子可以转动 rotate freely about a vertical axis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 简单的问题 就固定一个转轴 那转轴就是沿着Z方向 然后 the man 就这个人 initially at rest 一开始他是没有转动 is holding a bicycle wheel 他就是 去握着这个什么 握着这个 握着这个 就是一个轴 然后那个轴上面 就是有一个脚踏车的车轮 那用脚踏车车轮 其实他重点就是 你希望转动光量够大 whose rotational inertia 就是他的转动光量 about its central axis is 1.2 kgm2 就是他的转动光量 i 等于1.2公斤米平方 他的会有这个轮子 is rotating at an angular speed of 3.9 revolve per second 他的那个角速度是3.9转每秒 as seen from overhead 就从你的头上往下看的时候 the rotation is counterclockwise 它是一个逆时钟的方向 所以是 从上往下看的是逆时钟的方向 然后the man with rotation inertia 这个人的转动光量是6.8公斤米平方 然后 now invert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他的转动光量是多少 然后现在的 反转 now invert the wheel 反转这个轮胎 所以他一开始是怎样 从上往下看的是逆时钟在转 接下来 这个人就把这个轮胎反转过来 so that as seen from overhead 就是所以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他这个轮子的转动方向变成clockwise 那 这时候就开始发生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人去握着这个轮胎 让你人坐在椅子上 所以这时候呢 为了要 保持总角动量手 我们就发现他会开始有什么 有公转 人开始转起来 所以为什么 what the angular speed of the man 所以 其实这个题目还蛮重要 它其实就跟你电子自转公转 还有你的地球在自转公转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些实验有在做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所以他的概念上就是 你整个系统没有任何的歪理矩 那你在翻转前 你的轮胎的转动量跟人的角动量 跟翻转以后 轮胎的角动量跟人的转动 答案要是这样 相同的 好 那你就去算一下这个翻转前 翻转前的话 其实人是没有 它不转动 所以人的角动量是零 那翻转前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它有一个 以逆时针为正的话 你从头上往下看 如果以逆时针为正 那这时候你就把它定义成 i乘3Omega 就是i乘Omega 就是角动量 我们知道是L 你如果只看z方向很简单 Lz 就等于什么 等于i乘3Omega OK 好 所以翻转前 你把它定逆时针方向为正的话 那就变成i乘Omega 那翻转后就变成负的 负的i乘Omega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角动量要守恒 所以它变成说 人的i 就要这样 再乘上人的Omega 那这样子翻转前 翻转后 角动量要守恒 你就可以算出什么 算出这个人的什么 人的那个转动的这个 角速度是多少 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些计算 在你反转之前的话 它的轮胎的角动量 它的转动光量是1.2 然后乘上它的速度是什么 是3.9 3.9圈每秒 所以要乘上2π 那你把它反转过后 变成-1.2 然后它其实 基本上它的这个 角速度不变 所以它还是3.9乘上2π 只是多了一个负号 那另外呢 你的人 人变成人的转动光量是 6.8 人的角速度不知道 这是你要求的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算出角速度 那这边一样 就是角速度如果是正的话 就是逆时针转 所以你发现到人会这样 人会逆时针转 从头上往下看 你会看到人会逆时针转 它的角速度大概就是什么 就是1.38圈每秒 或者是8.67进度每秒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那一样它都是只有同一个转轴方向 它说有4根 4 thin uniform rod 它的棒子 Each of mass M and length D 是0.5m 它的每根棒子质量是大 M 然后长度是0.5公尺 Originally connected 刚性接起来 to a vertical axle 就是它可能有一个转轴 把它接在转轴上 to form a turnstile 变成一个转轮 那turnstile 它就是有点像风车的概念 rotates clockwise 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 about the axle 就是 这个转轴 到圈圈 然后是顺时针方向 which is attached to a flow 这个转轴是 固定在这个地板上 那一开始的 就是clockwise 所以是角速度 它是负的 initial angular velocity 所以负的 两个进度每秒 然后接下来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mart ball 它的质量是三分之m initial speed 是12公尺每秒 那这个ball 被丢 throw along the path shown 就是 右下图有一个图形 告诉你 所以它就是 以60度角 跟垂直方向 夹60度角 丢过来 ok and it sticks to the end of one rod 所以在那一瞬间 刚好这个turnstile 是讲是 这是这个 水平跟垂直 刚好是在这个方向 它的rod 刚好沿水平与垂直方向 那一瞬间 它刚好这个球 粘上去 粘到这个位置上 ok what is the final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ball turnstile 最后粘起来以后 它的 脚速度是多少 而且这有 碰撞前跟碰撞后 然后碰撞前 你要算一下 转动观量 还有它的 角动量守恒 那碰撞后 它有 球您上去 有新的转动观量 那最后它的 角速度是多少 就可以找到 好 所以它的 碰撞前的 角动量要算一下 那先算 转动观量 那转动观量 有四根棒子 你就先针对一根棒子 一根棒子的话 它的转动观量 如果 在 直心的话 它的转动观量 大小是 12分之md平方 接下来用平行轴理论 把它移到端点 那就是把 质量再乘上 2分之md平方 所以就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它一根棒子 把 轴移到 边边 那其他根也都一样 都是把 轴移到边边 所以乘上 4倍就是 总转动观量 那接下来 你就可以写一下 角动量 就是 总转动观量 乘上 碰撞前的 角速度 是-2 进度 每秒 那再来就是 加上 这个球转过来 球的话 你可以 其实你可以 有两种算法 一个就是算r closep 所以你可以找这个r在这里 然后p在这个方向 对不对 去算它 另外你也可以讲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你去 连接 接出这条线 然后去找最短距离 这边有个垂直 那这边是60度角 那这边是30度角 ok 那你就可以找到 这是d的话 这个就是2分之d ok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算 就2分之d乘上 质量乘上 速度 速度是12公尺每秒 好 所以这碰撞前 碰撞后呢 它的转动观量不对 对了 转动观量变成 变成是 刚刚那个twin step 3分之4md 还要加上什么 这样 球连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的质量是3分之m 然后它距离是d 3分之md 然后碰撞后就是 另外一个什么 一个角速度 在运转 好 那接下来 就可以算出这个角速度 所以其实很简单 那算出来是0.8 那你这个原本一开始的负二 负二的话 他说是顺时针 他说 clockwise 负二是这样 顺时针转 好 那接下来 你算出来0.8 那就是逆时针 所以因为你算出来 刚好跟它差一个负号 所以你就变成逆时针在转 所以最后是0.8 radian per second 然后是逆时针的方向 好